大家好,我是蜗牛 我住在美国的达拉斯 我是Nanson认证的健身教练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做背包客的经验 去年我走了美国的大烟山段 也走了科罗拉多的 Fall Pass Loop 这主要是在Snow Mass那边 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的美 但是风格完全的不一样 大烟山是温带的雨林 郁郁冲冲在大山里 穿越绿色长廊 然后我在Snow Mass Nake边上 住了一个晚上 我认为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个晚上 像Snow Mass Nake这样的地方 就只有你做背包客才可以到达 做背包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第一,你可以走到大山的深处 第二个,如果你走到了大山里面的时候 做背包客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的慢 你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 第三个,你要解决任何困难 都要用最简单的工具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只在你的背包里 第二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说 那你做背包客你一天大概是怎么玩的 那野外一般六点天就亮了 然后我六点起来以后 我差不多要收拾我的帐篷 煮我的早饭 还要去打水 慢慢腾腾的做 也需要两个小时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 那八点我就开始上路 那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 我一天走八个小时 我不管距离 我只走八个小时 因为三路有的时候很好走 有的时候不好走 下午四点左右 我就要再找一个营地 那从四点到六点 我又要开始煮饭 打水 然后最后把所有的东西又收拾好 然后我就进了我的帐篷 七点钟以后 我就开始写我的今天的日记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写的话 你回去再写 我保证你就记不得很多细节 那差不多八点之前天就黑了 那我就开始睡觉 睡在野外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比如你可以看透过你的帐篷的顶 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周围的风声 非常的安静 第三个朋友们经常问的问题是说 哎呀 做背包课看上去是很酷 但是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最挑战的地方就是那个背包 如果说你走三到五天 你的背包可能就比较沉 那通常这个背包呢 只是你只能占你体重的五分之一 除了背包比较重之外 我觉得第二个 我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 对我来说就是走错路 如果你有同伴和你一起去 比较好 要带上指南针啊 这些比较好 然后就是坏的天气 Bad weather 这个比较痛苦 如果下雨啊 下冰雹啊 像我在大雁山有遇到过冰雹 希望这个冰雹不要越下越大 另外一个challenge 就是靠动物啊 我没有碰到过危险的动物 但是这种机会是有的 喷雄的那个喷雾器 要带着 第四个问题很有意思 朋友经常问我 特别是女生会说 哎呀 去做这个backpacking 不能洗澡 几天不能洗澡 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首先你可以带这种 no rinse的这种best wipes 就是洗澡的一次性的这个布 我会从头到脚用两块这种wipes 把从头到脚都wipe一遍 wipe一遍 你会觉得自己很干净 另外就是可以在小溪边 在湖边洗一洗 但是请大家不要用肥皂 因为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环境 第五个问题更有意思 你怎么上厕所呢 你要去买一把这种很小的这种铲子 这个铲子有多重呢 只有零点几盎司 就几乎没有重量 然后呢你要到没有人的地方发一个洞 然后呢你就解决 注意哦 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埋在洞里 包括你的这种手指啊什么 都要埋在这个洞里 如果是小便的话 你可以买一种就是女生可以用的东西 就像图上显示的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站着小便 不用把背包拿下来 第六个问题 你怎么喝水呢 那个泉水真的非常的好喝 过滤呢就是要用图上的这种 这个牌子的过滤器去过滤 注意这个牌子有两种 一种呢它叫mini 一种呢它叫squeeze 你不能买mini的 因为mini的口太小了 你要挤很久很久才有一杯水 所以你要买这种squeeze的 这种过滤器非常的好用 第七个问题 你怎么吃饭呢 首先呢我们带的这个食物啊 要精简 要根据你一天消耗多少体能 然后算出你要需要多少卡路里 根据这个来带食物 那每个人不一样 对我来讲 我基本上保持自己只吃七八分饱的状态 晚上我还是会自己生火做饭的 所谓生火就是要带一个小炉子 这个小炉子非常的轻 只有2.6磅 大概只有你半只手这么大 但是它很powerful 我用这个呢会煮一包方便面 然后里面可以切点香肠啊 之类的东西 第八个问题 通常朋友会问我说 哦你在treeu上你有黑熊 black bear你会碰到他们 你怎么样防范呢 实际上呢黑熊呢他伤害人的这个事件呢 几率呢是很低很低的 你只要你不主动的去骚扰他 他一般不会来袭击你 黑熊他来找你 通常都是因为你的有食物 那一定要准备一个熊带 吃完饭以后你要把你的锅碗瓢盆 你的食物 包括你的有味道的东西放在这个熊带里 然后把它扎紧以后挂在这个树上 所以怎么样挂这个熊带 在你去做背包课之前你要学习一下 欢迎您点赞分享订阅我的健身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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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